除了公正党和巫统之间的关系以外 本地的政坛依然是暗流汹涌 明星党主席兼沙巴前首长 拿到斯里沙菲奕阿达就坦诚 至今不曾放弃出任首相一职 因为东马人第一次大权在握 而且有望缩小东西马的差距 促进全民团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态 如果已经被民主党 为什么不? 沙菲伊在脸书直播中说 独立多年来是时候让东马的声音 被全国人民听见 不过他强调 东马首相人选不一定非得是他 也可以是来自沙拉越 如此就能够凸显东马的地位 在谈到目前的政局时 沙菲伊就批评 如今时局不稳 各方动作频频 对国家发展非常不利 情况令他忧心 况且目前30万失业大军 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 因此国民团结至关重要 他再次呼吁 除了立法禁止议员跳槽 选民也可以利用手中的一票 拒绝跳槽者